关于欧盟发布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出财披露 商务部发言人已经就此回答了记者提问 阐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 中国产业界和商协会也发声表示坚决反对 我想强调的是 这起调查是典型的保护主义行为 无视客观事实 罔顾世贸规则 违背历史潮流 只会损人害己 我们敦促欧方认真倾听各界的客观理性声音 立即纠正错误做法 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通过对话协商 妥善处理经贸摩擦 避免损害中欧互信和对话合作 中方有必须捍卫的原则 那就是世贸组织规则和市场原则 也有必须维护的利益 那就是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为此我们将坚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那就是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和企业的合法权益